那尤其看到警察同仁又染疫 那些没有好好做事情的人应该要检讨 好谢谢 记者会上数度哽咽 讲到警察同仁不幸染疫 诚实中情绪再也忍不住 这也是继去年二月武汉包机以后 他第二度在指挥中心急动哽咽 连口罩都要警察抓 对这应该自己要做好 那八大还在开 还要偷偷的开 对不对 我觉得这都是加重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负担 看看这波疫情依旧严峻 除了25号新增6例死亡 单日又公布281例本土 新北重灾区就占了超过一半 多了154例 再来台北49例 桃园16例 台南基隆以及彰化各10例 更包含屏东花莲台中都有增加 连最后一块净土台东也破功 全台都在这波疫情中有确诊者 当然校正回归也还没停止 另外有261例的校正回归的个案 校正回归男多与女年龄 介于未满10岁到90多岁 台北最多155例 其次新北市再多89例 校正数字补登后 高点依旧落在5月17号 单日就破500例 其次是5月19号的468人 和5月20号的435人 但从柱状图来看 加总后人数往下滑 陈世中也解释为何不升级 反而是延长三级警戒到6月14号 没有急剧的恶化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 在目前没有这升级的打算 各地的这些相关的一个阳性率 仍然是高 那看起来发病日 距离我们的裁检 或者我们报告出来时间仍长 所以这里面 当然会有这种 所谓的隐藏的病例 强调疫情没有往上升 不过警察机关银行业都爆出确诊 甚至连食药署也是 累积两名员工染疫 而且都还是分属不同办公楼层 但都是因为有家人确诊 目前紧急起23名同仁居家办公 还得等疫调结果匡列隔离 这波疫情何时看到镜头 谁也说不准 只能看围堵政策何时奏效 TVB的新闻 江明和李延志周宣 SN3小组台北报道 国内外大事